有一些少数的他知道 学佛知道有极乐世界 要我们帮助他求生净土 这些事情很多很多 都不是假的 凡是冤情在主复生 一般来说 这个人的运很衰 如果这个人的气很强的时候 纵由冤情在主不敢复生 你的气太深了 他要等待 等待你的运衰了 他就来了 他也来找你了 不过找你的时候 有两种因素 一个是找你帮忙 一个是找你来报复 过去你伤害他 他要来报仇 你过去夺了他的财产 他今天来讨债 这个事情很麻烦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人跟人的关系四种因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生生世世 给一切众生 借这种关系 觉得太多了 那么遇到的怎么办 那学佛的人就知道了 遇到要调节 跟他谈调节 绝大多数 他都同意 都愿意滑稽 因为 如果不滑稽 怨怨相报 生生世世 彼此双方都痛苦 你跟他讲清楚 他也懂得 那不如我替你做超独立佛司 替你做功德 给你回向 他就离开了 我们遇到很多 十之八九 都愿意调节 不愿意调节 大概是仇恨太深 那就很难 可是我们用真诚心 还是有办法 要彼此合作 这个背负身的人 要合作 要有坚定的信心 那可以说 没有不能化解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尊敬供养 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化解自己的 运气站住 也能帮助别人化解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休息 到这儿